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翻车 基本上都会获得现场观众给出的高分 在节目还未正式播出前 就有不少去到现场的网友开始在网上分享起了自己参与录制的一些心得 也透露了不少姐姐们在现场的表现 譬如谢娜的人气就极高 而且他们组表演的龙泉是第一个登场的 一定压力是最大的一个组 但却拿下高分 全员晋级 看来谢娜组第一个登场便带动了全场气氛 舞台很炸 LR组里吴倩跟张嘉妮的人气也很高 加上现场去了不少SHE团粉 全都是支持LR的 据悉在拉票环节他们组还唱了Superstar 不拿高分才怪 这首歌杀伤力也太强了 满满的青春回忆 最终姐姐们具体表现的如何 只能等待节目播出 毕竟到时候剪出来的片段或许跟大家在现场看到的又是两码似了 不过公演录制完成后 首轮淘汰名单也在网上曝光 引发热烈讨论 有知情人爆料第一轮公演结束后 一共淘汰五位姐姐 分别是Kelly凯莉 唐伯虎 陈冰 血腥 王嘉宇 乍一看 这几位姐姐都没什么知名度 果然节目看中的还是流量啊 前面几季的时候 优先淘汰的也几乎都是没什么知名度的姐姐 但凡人气高的 有话题的都会留到最后 就算是实力不怎么样 只要有热度就行 其实最开始大家也吐槽浪姐四都紧的些什么嘉宾 好多人都不认识 还有那么多国外人 难道国内的姐姐还不够吗 非要重养内外 但细细想来 作为观众也不该有国际之分 况且这一季的浪姐据说也是要走向国际化 不再单纯的进行舞台竞技 而是想让一众姐姐们将中国的音乐文化发扬到国外 其核心还是比较正能量的 至于这份淘汰名单是真是假 还有待考证 但是相信那些去到现场的群众 清一色的都在吐槽徐怀玉 那肯定不是假的了 有诸多网友反映徐怀玉在一公舞台上严重滑水 全程跟不上其他姐姐的节拍 打乱对形影响观看 就连自己的对名都记不住 让人大失所望 之后又有网友指出徐怀玉实际15号才到的长沙 17号就开始录制公演了 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时间和其他姐姐们一起排练 属于临时抱佛脚 而他们组的队长贾静雯则是为了这次的舞台 每天排练到半夜 相信组内其他姐姐也很努力 结果被徐怀玉给破坏拖了后腿 又爆料称贾静雯很生气 直接在节目中内涵了徐怀玉 若真如网友所言 徐怀玉在一公舞台中表演最差 可是网传的淘汰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 只能说名气是个好东西 众所周知徐怀玉年轻时 唱过诸多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 譬如他让我是女生水晶纷飞 那些年他的歌确确实实传遍大街小巷 80后的伙伴们应该最有体会 因此徐怀玉也被称之为平民天后 他当年可是凭借一己之力养活整个公司 如今浪姐能邀请他 必然也是看中了他之前的名气 可以像上一季的王心灵一样 好好营销一番情怀 但是这么多年 徐怀玉也在没什么出色的作品 性格据说也很古怪 动不动玩消失 就很任性 最初他还不太愿意来浪姐这个节目 只愿不喜欢这样的比赛 怕自己会输 但观众对他的呼声很高 所以最终他还是来了 本想祝他能凭借这个节目再度翻红 没想到节目还未播 徐怀玉就在网友们心中翻车了 近期徐怀玉有不少的商演活动 节目一录完 他又马不停蹄赶回台北了 似乎众心并不再浪姐这个节目上 而且最近还在准备自己的演唱会 可谓分身法术 但是网友认为徐怀玉既然来了节目 就该拿出最基本的敬业态度 倘若没时间跟精力 也没必要继续参加了 还因为自己耽误其他姐姐 没传出徐怀玉在一宫被淘汰的消息 伏计节目组还想在他身上做些文章薄热度吧 毕竟也是陪伴了好几代人的一位女神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